已經連續四個獨家內幕分析新聞幕後以及內幕 都在講藍營希望讓高豪安儘快請辭 請辭完國民黨跟民進黨拼補選還有一拼之力 千萬不要拖到12月25號之後有官派 這對國民黨來說最不利 而白鷹當然希望代理市長代理得越久越好 所以高豪安一定要做無罪抗辯 你就一審 你就二審 你就三審 就更一審 更二審 你最後會被重判 不關我民眾黨的事 我民眾黨希望政權維繫到266 所以我想問敬平哥 國民黨到底怎麼希望高豪安走 這個內幕他有趨勢 來自於TVBS 他點到關鍵人物 藍營前六都首長 藍營沒有這麼多六都首長 吳智陽不可能搞這拖吧 不可能吧 朱立倫會這樣講嗎 講朱立倫會講藍營前六都首長嗎 應該會講國民黨高層吧 對不對 藍營沒有這麼多前六都首長 還胡志強 胡志強都幾歲跟你搞這拖 他已經都不管這些事了 不問世事了嘛 所以藍營前六都首長 我一看就知道是誰 然後新竹夜科技夜大佬 我一看是誰 每幾個科技夜大佬要搞政治嘛 要嘛就曹新成嘛 對不對 另外就不敢說 曹新成有可能去勸退科文 高桓不可能嘛 說藍營六都首長 郭董跟侯友宜之間 就他們啦 對不對 那兩個 然後也一直要他們怎麼樣 然後這個要 也安撫要這個郭台銘 每次說他們兩個就拖啊 後來郭台銘就不接他們電話 對不對 就他們 那一個曾經爸爸是軍系出身 我不是你說的 不是我說的 我也沒說這個 我只說爸爸軍系出身 我沒說階級高低啊 然後另外一個可能就是那種 也很熱衷 曾經跟高娃一起拍照 半導體 半導體 反正這是上市公司的這個 這個還在那個 有掛董事頭銜 副董事長 我把它講得太低齁 不管怎麼樣啦 像這樣的一個狀況 他們就是在藍營裡面 有些人就是不能說是跑單幫 他很熱忱 很熱心 覺得不能落入 這個民進黨的手中 怕民進黨到時候官派 的確 這不管聯合TVBS零傳媒上報 他們點的一些重點都是 幾乎可能就集中在那幾個圈子裡面 但他的這個出現變數的話 他到時候變成官派 官派的那個人 就一定是綠營裡面的強將 或給他的一個舞台 要堵住這個 這個這個破洞的這個水壩 把他堵住 所以現在他們急了 才會開始透過媒體 有這樣的一個新聞傳出來 但高娃娃自己本身呢 他如果要遲的話 在上一次 這個一宣判的時候 他就 就算是隔天給他24小時 他就遲了 要遲早就遲了 可是你看他從來沒有在裡面講 他為了什麼 第一站清白 是他最想要爭的 他有清白 他覺得我不認罪 這不是啊 所以要不然他就不會從頭開始 從來採取了訴訟辯論 真的就是無罪抗辯 對不對 那另外一個 他要爭話語權嘛 我辭掉了 好像變成政治的一個死亡的死刑 然後已經判得窮途末路了 那這樣高娃娃不是夾心餅乾嗎 不會 其實高娃娃這個 我雖然不認識他 但是看他過去的作風 他現在採取在這個事情選舉前 我當時我們在三立 我們那時候在上節目的時候 你也聽我講過 我們在幫那個林根人講話 對不對 講得很累 對 你唯一支持林根人 我是不是那時候還講說 選了高娃娃到時候還被判刑 沒有市長 你怎麼辦啊 對 是不是 我們是阿倫德 但是這個判斷的走向是 你去網路YT去搜尋 都可以找得到 我當時就講 你們不選林根人 選高娃娃的話 你後面會不會有這個麻煩 現在不是出現了嗎 對 就這個問題 那你剛剛講這些地方的利益結構 還有他們的一些這個這個既得利益者 還有他一些有利人士 當然是想延續他們跟高宏安合作這樣一個模式 所以如果能夠在目前先提前把這個位置卡住 然後或者是讓高宏安是不是 你就不要 你就不要撐在那邊了 你就叫他辭了 所以我覺得到後面這些新聞傳出來 我覺得是想把高宏安當成犧牲品 那高宏安就算不辭好了 綠營也會罷免他 所以就要看他的這個 左右都是死路 所以我才說這些不管是什麼 勸退高宏安 然後或者是他遲不遲 因為本來想說讓他拖過二省 二省搞不好有可能 大家這個市場任期都快卸任了 對 有可能又拖到那個時候 那時候時間也沒多少 好啦 就算給你這個二省很快 明年年底 明年這個時候 或者是2026年來官派的市場 他也沒多少時間可以曝光 他也忙得要死 他也沒進入狀況 然後接著就要選舉了 所以有點在以時間換取空間 你知道嗎 拖過今年再拖明年 明年再拖 拖多少時間算多少時間 那底下那邊都可以做準備 所以當然李靜穎跟鄭政潔 是國民黨目前兩個有機會的 他們兩個都有想法 都有企圖心 你都有聽說 李靜穎 我是聽到很接近李靜穎的一個好朋友 他已經有 大家知道李靜穎他有想法 他覺得 因為當時郭台銘挺他在土城選立委 跟那個 他也是一個郭家軍 國民黨在爭 你忘記了 他現在不是在新竹黨部 他現在在新竹市黨部主委 國民黨新竹市黨部的主任委員 所以難怪六都首長跟科技大佬 覺得我就要下來個高宏安 還有另外一個李靜穎 你剛剛講的這個六都首長 前六都首長和新竹科技大佬 他們的交集重疊性都是在郭台銘對不對 沒錯 那高宏安也有過去郭台銘的 背景年薪千萬 郭董 然後假設他是科畢都承認 是郭董推薦的名單 他看到理工女很稀有 所以就挑了他 所以高宏安 李靜穎 他們的焦點跟背景也都是郭董 所以你就看出這個色彩 和這一條脈絡和這些線 雖然郭董可能不會去參與 不會去管 可是透過這樣一個 相同背景圈子裡面的人 你就開始在動作頻頻 然後動作開始去卡位 然後在那邊好像你扮我拐子 我稍微暗中戳你一下 那真正前當然他也是想要準備 雖然他之前選了就敗選了 但是現在畢竟有立委的身分 也有這個舞台 他也是想要這個拚 所以也有就是說 如果兩個就黨內初選 那民眾黨當然不是只有柯美蘭 還有黃國昌 黃國昌選擇可多了 對 一下子新北 一下子台北 一下子又新竹 但不管怎麼樣 你都可以秀得出那種地方上的政治氛圍 能夠容許他們去不慣的去計算這個嗎 因為你剛剛講的很重要一點 罷免高宏安的團體 民團還是會持續推動 雖然那個時程可能需要 有一點加把勁和那個狀況 但是以下高宏安被這個判刑 這個狀況 新竹市地方的這個不滿高宏安 跟不滿藍白的這樣的狀況 我相信如果說一旦像這個 基隆市的三海拆糧行動的 這樣狀況 有公民團體去號召 然後再加上有人推波助來的話 那個進程會一下子可能在短期 三個月到半年內就會變得很快 所以這個就是沒有辦法 讓民眾黨跟國民黨藍營白營 都沒有辦法去掌控的這樣狀況 所以我才會說 他們希望的策略是 多過一年多一年 多拖一天是一天 以時間換取空間 然後看看後面的怎麼狀況 再來見招拆招 然後再開始各路人馬蜂擁而上 新竹市民何其無辜 我一個好好全台灣收入最高 學歷最好的城市 我的市長要搞到多拖一天是一天 我都沒有好好的市長來幫我做事 所以新竹市真的何其無辜 但是什麼呢 小草真的是很崩潰 為什麼呢 因為高宏安的案子 其實對於很多小草來說 打擊很大 小草最近來說打擊是一波接一波 對不對 先有大法官打鍊 後有高宏安宣判 所以小草現在網路上火氣超級大 有個小草叫做JJ84什麼的 這是他的ID 在網路上跟人家吵架 吵架就說你們覺得我們民眾黨不好對不對 你們覺得我們炒不好對不對 我跟你講國泰釋華的APP跟印商以外APP是老子做的 你們有種不要用 哇賽這件事不得了 一個銀行的APP可以這樣子被揭露嗎 這件事在網路上引起了軒然大波 最後這個人發生什麼事呢 我們看一下相關報導 製作影片用文字列出政績 自稱是新竹市民的網友 要幫高宏安加油打氣 網友們甚至還在超過2000人的 新竹關普空橋群組發起募款活動 要把這影片刊登在新竹知名百貨前刊版 到現在已經一審判刑確定了人生性不疑 可以看得出來高宏安非常善於用片面資訊 來蒙蔽這些選民 發起人在群組貼出的小兒募款帳戶 則被網紅4X貓起底 銀行疑似位在新竹市府周邊 則質疑難道是市府員工 發起人則不滿在群組回嗆 一覺醒來變員工 高宏安涉談遭判有罪 從黨主席柯文哲 立委黃國昌張祺凱 到前立委蔡壁如全力相挺 但有的人下車了 看到他們犯這種錯誤 真的是很低級的錯誤 就會被大家這樣子拿出來檢視 拿出來打 你何必這麼幹 你一個人丟臉丟的不是你的臉 丟的是所有人的臉 眾炮批評高宏安把所有人拖下水 但在2022年市長選舉前 館長可是找高宏安專訪替他報區 對比如今立場180度大轉變 或許網友酸 小草終於精神錯亂了嗎 還有人說要開始分派系內訌了 就連年輕人也認為 標榜清廉的民眾黨似乎變了調 好像自己人就沒關係 你雙標啊 貪污就是貪污 不管是什麼政黨你就是貪污 過去高舉道德大旗 民眾黨碰上自家人涉灘 態度明顯軟化 雙標行進支持者恐怕也難認同 貼污 世紀人 白牙 為佳 深夜